大家好,我是阿柴 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进行到了网站内容修改的环节 这部分内容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多 因为我们从前台看到的内容 它不是从一个地方修改的 它会涉及到很多地方 比如页头从A地方改 页媒从B地方改 中间的内容可能从CDE三个地方改 还有页角又会从一个地方改 关于这些修改 之前的重制版还有更早的课程 都分享过很多次了 在这儿我会快速的过一遍 当遇到Avada 6版本和7版本 带来的新功能时 我会重点讲一下 因为在之前的2019版当中 用的是Avada 5.7版本 那个时候已经讲的比较详细了 页面编辑器和主题选项这两个部分 建议各位同学看一下那个重制版 甚至更老的版本 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 第二个要说明的是 我们在用Avada主题 弹幕演示站做网站的时候 我给个建议 要少原创 尽量用现成的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节省精力 我们只需要知道 这个地方从哪里改 能改成什么样就可以了 因为每个主题 它都有自己的限制 有它自己的功能也有它自己的限制 我们改网站的原则是 尽量充分发挥主题提供的功能 它没有提供的功能 我们尽量去避开 因为这个主题毕竟不是我们从零开发的 我们用就好了 Avada主题有很多功能 我也并不是说这100功能全都会 我只会我用到的那些功能就可以了 用不到的功能先放在一边 各位同学在学习和使用Avada主题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一点 不要在某一个知识点上纠结太久 先把整体先过一遍 能实现我们想要的东西就好 如果不能实现 我们尽量去研究一下 如果研究不出来 问也问不出来 那就干脆放弃它 或者放弃这种方式 换用其他的方式 不要在某一个点上纠结太久 这是我给各位在学习和使用Avada主题前的一些经验建议 下面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首页 这是网站的首页 这个弹幕演示站内容不多 但是有点小复杂 使用逻辑有点复杂 我们再回到后台 现在用的是Avada 7.2.1 它的7.3版本用不多久也会发布 现在我的Wordpress已经更新到了最新是5.7 是自动更新的 可以手动给它关掉 变成手动更新 另外现在这个Avada主题的面板已经变成了中文 我已经执行了汉化操作 像主题选项 还有编辑器都变成了中文 具体中文的汉化步骤 可以参考之前的教程 这个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在这就不多花时间介绍了 修改网站从哪里开始都可以 我一般习惯从首页开始 这是首页给用户看到的样子 要修改这个页面 先来到Wordpress后台的页面 然后找到这个首页 这里面有很多页面 其中有一个页面 它后面有一个叫横线首页 这是一个新手经常遇到的问题 Wordpress网站可以把任何一个页面 给它指定为首页 指定方法在这里 在设置 Wordpress的设置 里面有一个阅读 阅读里面有一个静态页面 还是最新文章 如果你是用博客 那就选最新文章 一般的企业网站 都会选一个静态页面 第一个是主页 它会列出所有的页面 选择你认为的页面为首页就可以了 然后点一下保存 这样呢 这个页面的后面就会 出现一个横线加首页